同学们上节课 咱们讲到了 鼠热邪气加湿 侵犯废位 犯表 由于 它是热邪加湿 所以呢 就有湿的表现 伤寒 侵犯体表 是寒邪主收饮 导致奏理比赛 热邪侵犯体表 导致奏理开泄 湿邪侵犯体表 是一种特殊类型 它 肯定不会奏理比赛 不像不是寒血 因为有鼠热 它奏理是开泄的 但是呢 它体表气急不通 原因是因为有湿 湿可以把毛孔给阻塞 就像涂了一层油一样 有些都看皮肤病 错疮这一类的 我说你少磨点化妆 磨得那么老厚 连眨眨眼都不敢 一眨眨眼就掉渣 那皮肤还能呼吸吗 它肯定要得皮肤病 营养状态不会好 那湿血就有这么个特点 它虽然 不足收饮 但是它黏腻 可以堵塞毛孔 可以导致体表的阳气不通 所以出现物寒发热 有寒热的症状 湿热邪气上征 热征湿动 湿着上蒙 可以出现头晕 头脑昏闷不清 湿热阻肺 肺气的喧发速降时长 气腻而磕 可以出现磕 如果以寒热症状为主 磕不明显 叫冒鼠 如果以磕为主症 就叫鼠磕 呼吸道的症状特别突出 舌苔膩 但是不厚 是薄膩 因为它湿血在表 理石不胜 脉乳或者乳朔 乳脉的特点 乳就是软的意思 这个乳 就当软讲 也可以读软的音 为什么软 因为有湿 湿血弥漫在人体 它充塞在皮肤肌肉之间 这个血脉啊 和皮肤肌肉之间 有一层湿 笼罩着 所以我们手按上去之后呢 有一种虚软的感觉 不如正常的 一摩弹指非常有力 是中间有湿 由于湿血 组织契机挤压了脉道 所以呢脉管偏细 但是不是真正的细脉 这软也不等于弱 这个乳脉的表现 懒洋洋的 就像夏天人 没精神一样 懒洋洋的 缓带无力 但是又到不了虚的程度 它和它这个人的 全身的表现是相似的 治疗 清暑地热 或者是清地暑热 化湿悬肺 以暑热为主 所以要清 同时又有湿 要化湿着 暑热和湿着解除了 废气自然就悬了 方济 华石生干草 六一三 清暑热 利暑湿 它是通过利小便 而导湿热下去 热血从小便而去 通草 通利三角水道 配合着 华石干草 利湿 清蒿连翘 寒凉 清阳 悬透 清蒿是微苦 寒 方香 方香能够化湿 清阳能够透表 莲翘 微苦 寒 清阳悬透 这两个药呢 清阳悬透 去除在表之热 还能坚化在表之湿 白芙苓 健脾 利湿 皮的硬化功能恢复了 湿血就更容易去 所以去湿必加健脾药 白扁豆 合胃 合中 扁豆芙苓 调合脾胃 增强化湿的力量 西瓜翠衣 清热解除 这个方济 叫做 雷氏清凉地属法 来自于实命论 雷少义的实命论 它没有方名 都叫法 它这法实际上就是方 而且它的用量 大家看啊 华石三浅 甘草八分 通草一浅 青蒿一浅半 扁豆一浅 莲鞘三浅 白芙苓三浅 西瓜翠衣一片 量很轻 使命论这本书里的 所有的药物 用量都特别轻 一个它是浙江人 南方 南方人体质和北方不一样 再一个 它的用药习惯 就轻 我们临床使用 这个剂量不够 可以加 加一倍也不大 如果说热重 可以加银花 增强透热 化湿的力量 如果湿重 可以加化湿的药 比如说加点配兰 如果磕重 特别是磕重的情况下 药加宣降废气的药 降废气 比如说杏仁 枇杷叶 枇杷叶要治 去毛 要不然呢 它容易引起咳嗽 容易腔 用杏仁 制拔液 降废气 还可以加前壶悬肺 没有痰的情况下 就宣降废气就可以了 如果病人 有痰了 既有磕又有瘦 可以加化痰药 瓜罗皮 这贝母 因为这个病啊 它不重 所以用药啊 也偏轻 这两个症候怎么鉴别 都有表证 怎么鉴别 表证和表证不一样 上边这个症 是寒邪术表 内有鼠热 它是因为感受了寒 奏礼仪比赛 把鼠师给捐在里边了 出不来 所以要散寒解表 用香儒 下边这个症型 是鼠师在表 它不是寒 是湿热 所以要清凉 方化 透表 那不能用香儒 用青蒿 莲翘 或者加银花 这是它俩的区别 鼠病 再一种类型 叫中鼠 中鼠包括鼠爵 中鼠和中风 这个中字 是一个意思 是鼠邪促中人体 它的发生 往往是由于 在烈日高温的环境下工作 或者是行走 夏天 人在高温下工作 或者走路时间很长 由于 人 一直暴露在 高热的环境下 在缺水 就特别容易中 如果说 不是夏天 在高温的环境下工作 这种病变也可以发生 比如说炼钢厂 卢千功 在高温环境下作业 老出大汗 也可以出现这个病 总归 它的发生 是在高温环境下 临床表现 突然昏倒 就是突然昏倒 不省人事 也可以用这个省 喉间谭鸣 气急喘促 舌红台黄 卖华硕 或者是臣服 轻则华硕卖 重则臣服卖 病人有没有高热 发烧不发烧 不发热就不是温宾 中暑又高热 还可以口渴 这些临床表现 怎么发生 因为鼠协促重人体 人体要驱逐鼠协 正邪相征 就出现高热 鼠热伤筋 可以出现口渴 为什么 它突然昏倒了 这个不是弹热蒙蔽新包 和咱们前面讲的不一样 风温 春温 鼠温 都可以出现 弹热蒙蔽新包症 那个是由于 迎热阴伤 热邪卓卓卷成谈 这个昏倒 是弹蒙新包 但是和它的机理不一样 因为这个病来得很突然 风温 春温 鼠温的弹热蒙蔽新包 它是经过一个发展过程 逐渐陷入昏迷 这种病人突然就昏倒了 那么鼠邪再胜 它也不可能 在短时间内就把 今夜都熬成谈 把新包蒙蔽 所以它这个谈是怎么形成的 别说它是弹热蒙蔽新包 它是弹蒙新包 谈怎么形成的呢 由于鼠热 促然的进入人体 口鼻而入 导致肺气不悬 大量的鼠热进来 比赛在肺 肺气的悬降时长 气机不通 气机 比赛了 今夜就不能复布 肺里边今夜 不能正常的向周身服务 凝住了 今夜凝住不就是弹吗 蒙蔽了新包 所以突然深昏 这种病人清醒过来之后 就没事了 他不像弹热蒙蔽新包 他还有盈音伤 这种病人并不见得伤盈音 弹的形成 不是着夜成弹 是由于气机必赛 今夜不能复布 凝聚而生弹 你把它散开就行了 这个病好之 他昏迷的原因 是弹蒙新包 为什么喘 呼吸急促 肺气地赛 邪热涌至在肺 肺的悬降时长 上腻 船 因为他有弹 凝聚在肺 所以喉尖呼噜呼噜 有弹声 卖 华硕 人家热重了 或者是如果 弹 凝聚得特别严重 热欲 弹凝特别严重 避塞了气机 堵塞了气血的通路 脉也可以 沉浮不出 但是这种病人 脉并没有绝 脉没有断绝 他不是微细欲绝 就是非常的沉 按的时候推筋着骨 才能摸着 是由于气机必赛 热 必赛了气机 再加上弹 组织气机 所以脉沉 如果 再见 四肢绝腻 重鼠的病人 再有四肢绝腻 这叫鼠绝 名称是两个 重鼠 鼠绝 实际上 鼠绝就是 重鼠的病人 又见四肢绝腻 不见四肢绝腻 就叫重鼠 四肢绝腻 就叫鼠绝 就是重鼠合并修课 治法是一样的 怎么治疗 应该怎么治疗 重鼠和鼠绝的治法一样 方箱开窍 因为它突然混打了 要用方箱的药 来开心包之壁 峭壁的原因 是因为弹宁 弹宁的原因 是因为气质 气质不同 所以必须要 旋通气质 用什么方 治疗啊 要把气给它散开 把痰给它散开 就今夜把它散开 痰就化开了 张凤奎 在《商鼠全书》里边说 用新温发散药 雷少议在《实命论》里边 就提出来 用苏和香丸 那么重点热 为什么用苏和香丸 苏和香丸 是方箱开窍的药 但是它属于温开 它和三宝不一样 质宝坛属于三宝之一 它是凉开 因为它是用含量药 苏和香丸呢 是大量的新温芳香的药 它们都有开窍作用 但是一个是用凉通过清热 和谈来开窍 一个是通过它的新温芳香 宣通气机 散失 开域 化痰开窍 中暑的病人 高热 为什么用新温 我觉得他们提的很有道理 因为它里边 筋液代谢发生障碍 气机必散 非用方箱发散不能散 灌服俗和香丸 清醒之后 再用清地暑热的药 如果骤然的用凉 本来它那个筋液凝聚 是由气机凝职 突然那大量的药下去 把那痰给冻住了 化不开了 如果你害怕 这么重的热 用苏和香丸 这么温的药 害怕不敢用 那好 火箱蒸气咱敢用吧 用火箱蒸气水 水比散比玩还好 就用火箱蒸气水 最方便 如果热特别重 体温特别高 退不下来 用质保单可以 质保单也方箱开窍 便宜寒凉 但是它不像 安宫硫磺丸子血那么凉 它凉性要小 它还是偏凉而方箱开窍 这俩药可以用 安宫硫磺丸绝不能用 有人主张用安宫硫磺 这个不对 不行 太凉 鼠热凝聚带肺 气机必散 今夜必散 要散 安宫硫磺丸子血不散 质保单和搜核香丸 有发散的作用 传通气机的作用 另外 还可以用通关散 出鼻 是用细心造脚各等式 盐墨 这个药一般的医生 他过去都常备 细心造脚 都是心温走窜的药 走窜的东西非常强 把它盐成墨 拿指鸟沾一点 往鼻子里一捅 马上就打喷嚏 这个喷嚏是接二连三 通过打喷嚏 就可以旋气机 通阳气 它是个苏醒剂 有开窍醒神的作用 所以叫通关 这作用非常强 因为学中药的事 我尝试过 老师拿了标本 把那灶脚搁那了 说这灶脚可以取涕 我就不信 我就捏了一点 鼻子里湿了湿 这一堂课 连鼻涕带眼泪 整一堂课 鼻涕眼泪一拔一拔的 这同学搅和的都笑 也没法上课 特别厉害啊 细心脏脚 盐沫 拿指鸟一沾 往鼻子里一捅 马上 喷嚏是一个接一个 因为打喷嚏 可以使阳气通啊 可以清深 这是外用 第三个类型 叫鼠慧 鼠慧啊 实际上 就是中鼠 不过呢 中鼠 所中的是鼠热 而鼠慧呢 中的是鼠湿 所以它名字不一样 鼠湿 汧灼直气 促中人体 这叫鼠慧 你要到西医那 都叫中鼠 不加区别 这个呀 还有个好多名称啊 它还叫 龌龊 龌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脏的意思 肮脏 感受了自然界 汇拙肮脏的血气 南方啊 也叫发沙 因为你一挂 就能挂出沙来 也叫发沙 雷少 这个病名来自于 雷少义的使命论 雷少义说呀 偏于鼠热的 叫鼠慧 偏于施重的 叫施慧 名字挺多 总而言之 咱们就掌握这么个特点 它的特点就是 感受了鼠湿 慧灼之气 还不仅是鼠湿 湿本身 就是众多年龄的血气 为什么还叫它龌龊呢 因为夏天 气温很高 炎热 多雨 由于长期的闷热 自然界啊 各种微生物的滋生 还有那些个肮脏的气 比如说粪坑 在农村 那粪坑也发酵 咕噜咕噜冒票 那个慧灼的味 也容易起来 所以有些人呢 就是你比如上厕所出来 咚到那 这就叫龌龊 感受慧灼之气 在农村迷信的说法 过去 咱们北方啊 叫壮可 南方呢 叫客户 突然昏倒 昏闷闷无声 迷信的说法啊 就撞着鬼了 或者撞着黄大仙了 实际上呢 是感受了 食热慧灼 臥灭之气 他的临床表现 头痛而炸 胸丸痞闷 烦躁偶尔 身热有汗 慎泽 神昏耳聋 蛇苔黄腻 脉如说 为什么身热呢 因为他有外邪 突然地感受了外邪 正邪相征 所以发热 因为他热蒸湿动 所以有汗 热邪在哪呢 并不在表 热邪入礼 进入到肺 甚至于到心包 他不是在表 所以他不是表壁 他有汗 食热上征 上蒙轻翘 就头晕 头炸 头痛 轻翘不力 食血组织契机 就胸丸痞闷 胃气不降 恶心 呕吐 热扰心神就烦躁 食热上蒙轻翘不力 堵塞在耳窍 就可以聋了 再严重了 浊气 蒙蔽了心包 就可以出现神魂 但是这种神魂 不会太严重 是意识朦胧状态 因为它不是痰 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它是晦灼 直气 所以舌太腻 因为有热 所以黄 食热病 所以脉如硕 治疗呢 芳香辟慧 化湿 地灼 就是用芳香的药 化湿的药 来 去掉这个 汇灼的湿器 常用房剂 火箱蒸汽 因为现在有火箱蒸汽水 有水剂 直接喝就行 不用汤药 这种病来得很快 解的也很快 所以当时火箱蒸汽水一支 灌进去就行了 如果昏迷不行 神昏了 可以用通关伞 灶脚细心各等份 碾成沫 要实在来不及 没有这个通关伞 从药斗子里边 拿点灶脚 拿手一捏 往它鼻子上一塞就行 肯定有效 马上就打分定 取涕开窍 通关 还可以用 预输单 预输单 就是咱们常说的紫禁钉 钉子药 紫禁钉 掰起来一小块来 用水把它化开 灌进去 也行 芳香辟汇 清热解毒 很简单 总归大家掌握 这个病 实际上就是中蜀 但是因为它失重 有汇浊之气 所以另立蜀汇之名 中蜀和蜀汇 都发生在夏天 中蜀是蜀热 蜀汇是蜀 都可以用火香正气水 中则 用芳香开窍的药 速化香丸 或者是吃饱的 轻的火香正气就可以 关于蜀病 咱们就介绍这几个 刚才讲的这几个 冒蜀实际上 就是夏天的感冒 或者是气管炎 中蜀 蜀汇 就是夏天 感受蜀热 或者蜀汁 蜀血气 蜀爵 就是中蜀 而又四肢爵 它们不是蜀温 来得及 去得也快 当然呢 中蜀严重 也可以死人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 不至于 如果 治疗的及时 苏醒的也很快 特别掌握 中蜀 不是谈热蒙米心包 一定要把它分开 有的人这么解释 这个不对 它不是热血 卓叶成谈 是由于气机必散 而今夜凝聚 你一发散 今夜环流了 它就清醒 因为夏天气候炎热 又潮湿 所以病种很多 蜀温病啊 除了它之外 咱们又介绍了 这么几个蜀病 这几个千万不要 和蜀温混在一起 要分开 前边 咱们讲了三个大病 蜂温 春温 蜀温 蜂温 春温都属于温热病 蜀温 也以温热为主 有的时候它加湿 可以说呀 蜂温 是心感温病的代表 春温 是福气温病的代表 两个大病 蜀温呢 虽然是心感 但是初期可以不见表证 它也是一类病的代表 下边咱们讲 第四个病 蜀温 蜀温是 施恶病的代表 又是一个特殊病种了 它和蜂温 春温 蜀温都不一样 它初期以施邪为主 在发展过程中 可以出现各种变化 它既可以由湿重于热 像湿热病重 再继一步发展 变成热重于湿 像这个从阳化造的方向发展 也可以耗伤阳气 转化成寒湿病 都可以出现 它的治疗方法 和温热病 差别很大 你别看它属于施热病 也是温病的范围 因为它是施为主 所以治疗呢 重点在于去施 它的治疗比较特殊 施温病的内容比较多 讲起来也比较混乱 大家不容易形成一个系统的 完整的概念 所以在讲它之前呢 咱们合起来 把这个施热病 先给大家理一理 理理这个线索 它是怎么造成的 怎么形成的 它有什么特点 施热病一般 有什么临床表现 怎么传变 治疗用什么法 施温病 虽然它也是一个病 但是呢 它设计的方剂比较多 而且这个每个方剂之间 药物都差不多 就有的就是一两位药质差 为什么 现在咱们先提纲先领的呀 给大家把这个问题 先交代一下 交代一下之后呢 再具体讲施温病 你就容易形成一个 完整的概念 咱们就概述吧 在讲施温病之前 先把施热病的变质 概述一下 前面咱们提过 施热病是一大类 它不是一个病 它包括 数文 数文 鼠蚊里边的鼠湿病 鼠蚊里的鼠湿病 湿蚊腐蚀 湿热液 这次类病有什么区别 鼠湿病发生于夏季 以鼠热为主 加湿血 它的临床表现是热重于湿 湿蚊病 发生在夏末秋初 就长夏季节 它初起是以湿为主 热运湿中热象不显 逐步发展 既可以形成湿热病重 再发展热重于湿 化造 向温热病转化 也可以向寒湿转化 转化成寒湿就不是温病了 这是它的发展趋势 腐蜀 是秋冬季节发作的 蜀病 严格的说是蜀湿病 就是说呀 体内有蜀湿 一发病就是蜀湿很重的表现 但是呢 它发生在秋后 深秋或者冬天 这个季节根本就没有蜀湿 可是它完全是一派蜀湿的表现 怎么解释 古人就认为 是长夏季节 或者是夏天 感受了蜀湿邪气 浮在体内 至秋冬而发 它的特点 类似于蜀湿 是湿热病重 或者热中于湿 热偏重 湿热液 是外感湿热液力血气 从性质声说 还是湿热 但是它传染性很强 能够造成流行 所以叫易 总体来说啊 湿热病 这么几类 这是咱们讲的 湿热病变质的概述 是把这几种综合起来的概述 都包括在内 不光是讲一个湿温 把这个给大家介绍完了以后 再讲湿温 我想大家概念也好 理解也好 都能更清楚一点 这是它包括的病种 第一 病因 外感 湿热 邪气 吴菊通在文明条片里面说 腐蜀 蜀蜀 蜀蜃 蜀蜃 正本一元 腐蜀 蜀蜀蜃蜀蜃蜃蜃不是一个病 为什么说他们正本一元呢 就是病因是一样的 都是食热邪气 虽然食和热 它有所偏重 但是都是食热 所以正本一元 从邪气来讲 是食热两种 至于谁偏重 咱们先不管 就是食热邪气 外感病吗 是外感的 那么为什么会外感 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容易感受食热邪气 不一定 这和人体的体质有关 平时脾胃功能不好 水谷运化能力差的人 更容易外感食鞋 因为皮肚运化水食 它运化能力就不好 内食很容易招致外食 所以吴居同说 内不能运水谷知识 外复感食令知识 内外和谐发病 平素 皮肚运化功能不好 就是食胜体质 它更容易招致食鞋 因为别人有点食鞋 化掉了 可以不得病 它化不掉 内外相隐 简单的说 吴居同这么讲 内运水谷外干食令 就把这句话再浓缩一下 体内 运藏着水谷知识 又感受食令知识 就特别容易发病 这就讲发病 病因是食 但是和体质关系密切 也有的人 初期并没有热的表现 就是食 也可以说 他就感受的是食血 由食而运热 感受的就是食血 但是食血 侵犯人体以后 气急不通 欲而化热 食中生热 热由食生 由食而运热 热从食中生出来 也可以发生食热力 开始没有热的表现 完全是一派水食过剩 它逐渐逐渐就出现热了 什么原因呢 食中运热 热因食生 这是它的病因 第二个问题 特点 特点呢 可以分成四个方面 第一 季节性强 它主要 多发于 长夏季节 就是夏末秋初 因为这个时间 气温很高 虽然夏天过去了 末尾了 但是温度仍然很高 而且降雨量多 自然界 湿气弥漫 古人叫 湿热阴温 湿热阴温 阴温呢 就是阴阳气 互相生化的意思 阴阴阳气 互相裹结 湿热阴温 湿热阴温呢 就是湿和热 裹结在一起 湿热裹结的表现 湿是什么性质 热是什么性质 湿是阴邪 热是阳邪 叶天士说呀 这句话说听了 湿乃重着之邪 热为熏灯之气 那就是说 湿邪有形 重着粘腻 热邪无形 它蒸腾发散 这么两种邪 去混合到一块 发病 那其他季节 有湿没热 有热没湿 很不容易交在一起 当然夏天可以有 这里边不包括了 熟食病吗 所以除了夏天 和夏末秋初之外 其他季节没有 因为秋冬 没有湿热邪气 所以发这种病 就叫腐蜀 所以说 它多发于肠下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季节 具备了湿和热 两种条件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就是这个效果 所以说 你先说 这种效果 是有空的 有空的 你可不存在 的 没有 有空的 那些 还有 有空的 还是 这种效果 有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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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的 以脾胃为中心 弥漫轴身 像轴身弥漫 组织气急 导致水液代谢障碍 这和热血不一样 皮主运化水石 那么如果水石过剩了 反过来就昆皮 所以湿热病 最突出的表现 是湿着困皮 皮不渐运 皮本身并没有病 开始的时候并没病 是因为外来的湿血过剩 皮不能运化了 超过了它的能力 皮只能运化正常的水石 外界水石过多 加重了它的负担 它不仅运化不走 反而把它困住了 它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了 连正常的水石它也不能运化了 所以 湿热病 不管是初期 还是中期 还是到后期 始终以脾胃为中心 就是自始至终都有脾胃症状 皮不生青 胃不降灼 胃不降灼 就上腻 恶心 呕吐 皮不生青 水液不能运化 下注大肠 就大便堂蟹 始终有这个表现 这叫以脾胃为中心 同时呢 这个邪气的特点 湿是重灼之邪 热为熏能之气 热和湿裹结在一起 热肯定要争湿 热争则湿动 热一争湿就动 它就像周身弥漫 向上可以到头 向下可以到下角 它的特点 中心带脾胃 向上向下弥漫 就出现 湿热弥漫三角的表现 由于湿热弥漫在周身 周身的气积就不通 实为有形止血 它容易组织气积 导致人体气底升降 出入时长 气积不利 堵住了 由于气不通 就导致水液代谢发生障碍 气不能推动水液运行了 水液可以出现在各个部位 可以出现小便不利 也可以出现小便不通 这是它最大的特点 以脾胃为中心 弥漫周身 组织气积导致水液代谢障碍 第三个特点 出现矛盾症状 出现矛盾症状 会否دة 非常 есте性能 这么过 进入 广神 正常 avoiding 鑿 海 水液 接着 是 エ bay 刚 碰 肚 好 等等吧 有这一系列的表现 说它是食和热两种邪气 身热而不痒 体温很高 皮肤表面刚一接触并不着手 反凉 这有热的表现吗 矛盾不矛盾 身热 体温高 应该面红吧 它面不仅不红 反而淡黄 是失足气机 气血不通 不能上容易面 面部反而缺血 体温高脉不仅不硕 反而吃缓 比正常跳动还慢 还软 失足气机 气血不通胀 口不渴 体温40度 不喝水 或者喝洗少量的热饮 那不会多 发热的病人 应该烦躁 他不仅不烦躁 反而发傻 要求傻子吗 发呆 反应迟钝 表情淡漠 甚至于半昏迷状态 大便可以数日不下 七八天 十来天不下 但是一旦下来之后 并不造结 而是糖 是糖便 就是下不来 糖质不爽 失足气机 有热 舌台应该黄 不黄 白米台 这一系列表现 很矛盾 就是说他临床上 所反映的症状和体症 不符合 和热不相符 所以他矛盾 有的同事说 你这种说法不对 这种症状并不矛盾 为什么 食和热就是两种邪气 食是阴邪 热是阳邪 食邪裹住了热 热就发跃不出来 所以他就应该出现这种症状 这种说法是对的 你从本质上说 矛盾吗 不矛盾 但是呢 从临床反映来看 我们觉得 他和热不相符 不相符的原因 是因为热运失重 你不管怎么说吧 他有这一系列的表现 吐出的湿 热不显 第四个很简单 病成长 缠绵难愈 因为 施邪粘腻 难以诉除 他不像含邪 遗憾可撒 也不像热邪 一情可解 他很粘 很不容易去掉 所以他千言日久 缠绵难愈 病成很长 致失要有耐心 食热病啊 不管是蜀蚊 食温复食热疑 基本上这么个特点 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关于 他的临床表现和治法 咱们下节课来谈 全都要禁止 吃饭 吃饭 晚室 吃饭 吃饭 确食 吃饭